这个手下本来想在老大炸鸡叔面前好好表现一下的 但谁知炸鸡叔拿出彩指刀 一刀送走了他 为啥炸鸡叔要杀死自己的手下呢 这还要从几个小时前说起 炸鸡叔已经让老麦克杀了老白 但是老白为了自保 让小粉抢先一步灭了 本来要取代自己的盖尔 几分钟后 炸鸡叔的手下才姗姗来迟 但此时的盖尔早已经咽气了 而且还被邻居们发现 手下急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在门口发现了正坐在车里发呆的小粉 于是将小粉带回了工厂 老麦克问手下 有没有被别人看到 手下说有 但是并不影响 我们还是先解决老白和小粉吧 老白急忙说道 现在盖尔死了 能够帮你们制造货品的只有我们了 手下听完笑了 转身开动了机器 准备自己动手 老白在一旁看啥了眼 难道炸鸡叔派来的真正偷学技术的是他 此时炸鸡叔也来了 手下冲着炸鸡叔会心一笑 而炸鸡叔则一言不发 默默地换上了工作服 老白现在有点慌了 想要跟炸鸡叔讲条件 说配方只有自己有 他不可能会的 而手下则说 我观察你们好几个星期了 你的每一个步骤我都记住了 就在他得意洋洋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 炸鸡叔一刀送走了他 这把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包括见多识广的老麦克 炸鸡叔干掉手下后 让老白和小粉赶紧开工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那么炸鸡叔 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手下呢 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手下去盖尔家的时候 被人发现会顺藤摸瓜找到这 二是你一个手下竟然偷学手艺 那么之后 是不是也要篡位啊 所以他死无葬身之地了 被老白和小粉用强酸溶解掉了 连根毛都不上 与此同时 警察已经来到了盖尔家 他们在搜家的时候 发现了一本化学实验记录本 其他的就啥也没发现了 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 老白觉得自己处境危险 于是买了一把手枪 准备先下手围墙 干掉炸鸡叔 而小粉则完全相反 杀了人的他内心压力非常大 找来了很多朋友 在家里聚会 以此来释放内心的恐惧 就这么嗨了一夜 第二天 小粉起床去上班 扔给了朋友们一大堆钱 让他们继续嗨 不要停 老白揣着手枪来到了工厂 他发现炸鸡叔 又派了一个新的手下来监督他们 而且还得知炸鸡叔以后 都不会再见老白了 既然你不见我 那么我就主动找你吧 于是 拿着枪出现在炸鸡叔家门口 刚到房子前时 老迈克给他打来了电话 让他赶紧回家 老白明白自己被监视了 吓得他赶紧收手 之后 老白和老迈克在酒吧里相见 老白问老迈克 当时手下被炸鸡叔杀害的时候 你害不害怕 保不准下一个就是你呢 我们一起联手干掉炸鸡叔如何 谁知却被老迈克拒绝 而且还把老白抱作了一顿 第二天 老白接着来上班 但是却发现 工厂里已经撞上了摄像头 老白明白 炸鸡叔是彻底不相信自己了 老白压力很大 小粉的压力也不小 开派对 已经无法释放他内心的苦闷了 于是 直接开始撒钱 而这一切 都在炸鸡叔的监视下 如果两个人 谁要是稍微有点什么动作 那么 迎接他们的 将会是毁灭性打击 我们再来看待汉克 此时的汉克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同事们来看望他 给他拿来了一些案子的资料 其中就有那个实验记录本 汉克翻看着记录本 发现里面又非常详细的制作过程 没错 就是盖尔记录的老白的制作过程 但是汉克并不知道呀 这天老白一家 也来看望汉克 汉克给老白放了一些 自己最近一直在看的光盘 当影片开始的时候 老白吓住了 竟然是死去的盖尔 在这之后 老白就一直魂不守舍 生怕汉克光盘里 有什么 关于自己的东西 之后 汉克更是将盖尔的笔记本 交给了老白 并告诉他 警方已经从现场 获取了部分人员的指纹 老白故作淡定地说 这个内容就是普通的化学公式 普通化学老师都会 没什么大不了的 之后的老白 慌不择路地找到小粉 质问他是否留下了指纹 小粉不耐烦地说 如果留下了 警察早就过来抓他了 还能等到现在 随后就让家里的流浪汉们 赶走了老白 而赶走老白后 这帮流浪汉们 就盯上了小粉的钱 趁着小粉上班的时候 将钱偷走 但是小粉依旧不在意 钱嘛 还可以再挣的 但是老麦克则抓住了 这几个偷钱的小混混 随后将事情告诉了炸鸡叔 表示他再这样下去 一定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炸鸡叔也觉得是这样的 必须得想办法解决 于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小粉就没来上班 老白气冲冲地 跑到小粉家 但是也没有找到人 而且手机也没带 老白又跑回了实验室 冲着摄像头问炸鸡叔 小粉是不是被他带走了 但是并没有回复 气得老白直接拿着枪 来到了炸鸡叔的店 想要亲自问问他 此时老麦克又打来了电话 告诉老白 小粉跟老白通了回电话 表示自己并没有危险 那么老麦克要带他干嘛呢 他们来到了荒漠 老麦克下车 挖出了一袋子钱 然后继续上路 接着又来到了一处废旧工厂 又拿了一袋子钱 就这样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钱越来越多 其实这些都是给炸鸡叔的货品钱 一路上小粉一直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老麦克终于忍不住了 对小粉说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着你 这是炸鸡叔的命令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收钱点 老麦克进屋拿钱 而小粉则在外等候 突然他发现有人拿着枪走了过来 小粉果断开车引开了他们 当彻底摆脱他们后 小粉才转头回来 接上了老麦克 而老麦克也好像明白了炸鸡叔 让他带着小粉的生意了 最后小粉安全地回家了 第二天照常上班 看到小粉回来了 老白着急地询问你到底干嘛去了 小粉说 自己就是陪老麦克一路收钱去了 其他啥也没干 与此同时 老麦克将小粉昨天的表现 跟炸鸡叔说了一顿 炸鸡叔表示可以暂时留他一命 小粉想不到自己刚刚在生死线上 走了一早 画面一转 汉克这边还在研究盖尔被杀的资料 他在盖尔的资料里 发现了一张炸鸡叔快餐店的包装纸 上面有一串文字 但是据汉克了解 盖尔是素食主义者 为什么会去快餐店呢 所以汉克盯上了炸鸡叔 而除了汉克 炸鸡叔这边还有人盯上了他 是一帮跟炸鸡叔做生意的墨西哥人 他们抢劫了炸鸡叔的运货车 杀了守卫 抢了货品 老白也不消停 自从上次事情之后 老白就一直担心自己被炸鸡叔陷害 特别是小粉在那之后 时不时的被老麦克叫出去办事 搞得他是心烦意乱 看着乱成一团的实验室 老白破天荒地勤洗衣店的女工 进来帮忙打扫卫生 但是第二天这帮女工就被老麦克带走了 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老白明白自己的一切 都是在炸鸡叔的监控之下的 而小粉则和炸鸡叔越走越近 他开始和老麦克一起调查货车被抢事件 他们根据线索来到了一处货品聚集地 想要进去查看是否有炸鸡叔的货 但是被拒门外 此时小粉想到了一个办法 找来了一把铁锹 开始在房间外面挖坑 此时屋子里的人走了出来 问小粉在干嘛 小粉说你挖完就知道在干嘛了 于是那个人就开始帮小粉挖 其实并不是地里有什么东西 而是因为吸了老白的货之后 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幻觉 容易被某种事物所吸 而小粉吸过 所以他知道这种感觉 最后两人进屋 发现了炸鸡叔的货 晚上小粉和老麦克吃饭 边吃边等炸鸡叔 炸鸡叔到来后 小粉主动回避 之后老麦克对炸鸡叔说 我查到上次被抢的货 又被他们全部散给周围的人了 自己是一点也没有留呀 而且包装上还写着这么一句话 准备好谈谈了嘛 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故意挑衅的 你给我十几个能干的 我让他们滚回墨西哥去 炸鸡叔说 暂时不要冲动 他们不是要谈一谈吗 那我们就谈一谈 在炸鸡叔临走时 小粉问炸鸡叔 为什么要选自己去收钱 炸鸡叔说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当然炸鸡叔还有深层次的考虑 那么他到底想干嘛呢 小粉的作用是啥呢 那帮墨西哥人会有什么下场呢 关注郭说 下集我们接着说